大家晚安 还有献上共修的大德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来继续 共修这个普贤十愿 我们已经读了三愿 就是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还有广修共养 我们上个礼拜就读了这个广修共养 这个共养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谓的共养就是以法共养 以法共养为最殊胜 那接下来第四愿就是 忏悔恶障 这个忏悔恶障 我们来读 菩萨自念 我于过去无始劫中 由贪嗔痴发生可义 作诸恶业无量无边 这个我们常常做 就是要自己自我行私 我们经常讲说你要意念诸佛 意念意词佛法 就是意念诸佛受持一切诸佛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心念中 你要经常要有经常想到佛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去行私 就是说过去无始劫以终 都是所造的这恶业 通通通都是由 因为贪嗔痴啊 引发生可义的所有无边无量的恶业 所以假设啊 这个这些恶业 如果是有体有相啊 那么尽虚空戒 不能容受 假设啦 就是用这个虚空 用这个虚空来讲 如果说这些恶业啊 假设说有体有相者啊 那我们你看我们所造的那种无边无量的恶业啊 这个虚空你都没有办法去容啊 就要这样的来思维啦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恶业啊 不管你是我们所造的恶业啊 不管善业恶业啊 他这个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分别的结果嘛 所以他 他们无体无相啊 这是教我们要这样 用这种 这种方式 经常啊 去思维 我今夕以清净三业 骗与法界 即为尘差 一切诸佛菩萨重前 诚心忏悔 祸不复照 横柱境界一切功德 这个西以清净三业啊 我们说这个 清净三业啊 就是深口意啦 我们讲说深口意啊 你那个当下营业的清净啊 那就是一种真正的忏悔啊 真正的忏悔 所以这边呢就是以 以清净三业啊 那个当下啊 我们在每一个 每一个当下 你如果那个 能够保持一个 清净的念头啊 那个就是一种忏悔 好那我们讲说忏悔啊 忏悔 就是基本上啊 我们要要要要 首先具备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忏悔啊 好就当下我们那个什么 当下你那个营业的清净啊 那就是真的忏悔嘛 啊在这个在忏悔 在 我们每一个念头啊 我们都在意识佛法 所以你这个要先具备忏悔心啊 这个忏悔心啊 我们讲过啊 就是说这个忏悔心 基本上啊 嗯 就是说 嗯 比如说一个法 啊一个这个法 我我我如果我不知道 然后我用我的不知道 来去去去去去告诉别人啊 再去诱发别人啊 那是那是那是不对的啊 那就是一种惭愧啊 或者是说 我我已经知道 可是我知道我保留我不告诉你 那那个是那个也是要有这种惭愧心 那是不对的啊 所以具备这样的一种惭愧心啊 好 那接下来就说 嗯 我今世以清静三类啊 骗你法界即为臣叉 一切诸佛菩萨重前 诚心忏悔 祸不复照啊 横住 境界一切功德 那个就是说 你在每一个当下啊 当下你身心清静 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身心的忏悔啊 如是虚空借敬 众生借敬 众生悦敬 众生烦恼敬 我忏乃敬 我虚空借乃至众生烦恼不可禁固 我只忏悔 义无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无有疲验 这个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啊 要基于什么 基于我们要义识佛法 你要先有这个念头 你才会去 先要有那个义识佛法的这个念头 你才会去思索就 思索说在过去节里面啊 我们因为我们的贪嗔痴啊 引发所有 引发那个生口医所造的那种 无边无量的那种 叶 这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然后呢 你如果在 在在 在 比如说我们禅定啊 我们在禅定啊 禅定一处向下来 那整个身心啊 就是很清静啊 在那个当下 在那个当下 就是一种忏悔 因为你整个 整个身心清静了嘛 身心清静啊 在那个当下 再也没有那个 生口异悦了 那个就是一种 真正的那种忏悔 这个就是那个 忏悔业障 这教我们说 要怎么来 来做这个忏悔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第五个啊 就是 随喜功德啊 我们看啊 所有禁法界 虚公界 十方三四 一切 一切佛岔 为臣数 诸佛如来 从 出发心 为一切智 勤修福聚 不喜生命 竟不可说 不可说佛杀 即为臣数节 一一中 舍不可说 不可说佛杀 即为臣数 头目所足 如是一切 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 波浪密门 正入种种 菩萨之地 成就诸佛 无上福体 即波涅盘 分布设立 所有善根 我这随喜 这个随喜 不是我们 一般 世间所说的那种随喜 这个随喜 就是说 哪怕你是 佛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都要去 怎么样 我们都要去了证它 那个就是随喜 不是我们一般 随我们 随我们当下的 那种 欣喜 那种随喜 不是 从一点点的那种 一点点的那种功德 累积到无边无量的功德 那么前面这边讲 就是从出发心到一切智 勤修福聚 当然我们 我们在修这个 修佛法 那当然就是修福 修福 那你 修福之后 慢慢的 你这个慧就会出来 所以 那个 那个什么 从出发心 从你出发 要向 菩提道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心 那个菩提心 为了 为了这个 什么 为了 那个 一切智 为了一切智 勤修福聚 不惜生命 就是舍身 怎么样 舍身 为法 那就不惜生命 所以 这边 这个当中 这边讲的就是说 甚至 不惜 你的舍身 为法 就是 甚至你的头 你 不失你的头 你的眼睛 你的手 你的脚 甚至你的身体 任何一部分 这些 所有的一切 这些都是 很 很难行 很苦 很苦行的 然后圆满种种菠萝蜜 这个知道 就是说 菩萨道 修了十个菠萝蜜 然后正入种种菩萨之地 那个种种菩萨之地 那个就是从菩萨的出地到 实地 然后接下来就成就 那个诸佛 无上菩提 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 菩萨盘分布设立 就是你成就 成就 成就那个什么 成就无上菩提之后 你就 那一盘 那一盘之后 那一盘之后 你要分布你的色力 你那个 比如说你的 那个什么 法身色力 那个法身色力 或者金身色力 这个法身色力是什么 这法身色力就是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六祖啊 六祖他留下六祖坛经 那就是法身色力 那个一切诸佛他留下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那个什么 那个金帐啊 那个都是法身色力 这个金身色力都是你留下你的 你的 什么 你这个 那个什么 你这个 射身啊 你留下你这个射身 那个就是金身色力啊 所以那个 那个射力啊 一旦你捏盘之后啊 你捏盘之后 视线这个射力啊 视线射力啊 你就是广布嘛 广布射就是你要让众生啊 让众生来供养这个射力 就是从你出发心 到 这边讲的嘛 从出发心 出发心 他为求一切字嘛 你 你 你 那个什么 不惜舍 舍弃你的生命 从哪里呢 所有的那种 呃 普行啊 能够圆满 所有的那个菠萝密行 然后证入啊 菩萨的 比如说 那个菩萨师弟啊 一地一地的证入 最后呢 成就无上图体 然后捏盘之后呢 就是 逝世线射力啊 啊这个逝世线射力就是 为什么 他这个整个啊 整个 从出发心到 到这个成就佛果在 在那个 那个逝世线射力啊 这个都就是怎么样 这告诉我们众生啊 告诉我们众生就是说 你要先向佛法 对这个佛法 情绪不适 你如果没有视线这个设立出来 或是说佛不视线出来 众生就会懈怠 知道吗 众生就懈怠 比如说佛他成就佛国了 他就都那半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视线出来 众生就你没怎样 你修行没怎样 对不对 我只要我等待佛 佛一定会出现 那我就等待佛出现就好了 那我就不必去勤修佛法 那个就是众生的懈怠 主要就是在告诫众生就说不要懈怠 所以说佛要视线那盘的道理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现在那盘 比如说你成就佛国 佛寿好几万年 好几万节 永远不怎么样 永不生命 对不对 永不生命 那那就不对 这样众生就会懈怠 众生就会懈怠 所以他必须要 必须要怎么样 要视线 视线那个那盘 所以吉比十方一切世界 六去四身 六去就是那个什么 六道 四身 四身就是那个什么 胎身 卵身 失身 化身 所有一切种类 所有功德 乃至一尘 我皆随喜 所以这个意思 所有的功德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畜生道里面 不要以为说畜生道 它就是低略 不是这样子 它这个告诉我们就说 所有一切众生 它都有什么 都有那个佛性 它都有佛性 所以畜生道 假如我们说打个比方 畜生道 畜生道不是就说 它那个种类 就是低略 它在畜生道里面 也有很多那个圣者 仇生道 那个畜生道那边 它目的就是要来去度化 畜生道的那些 那些众生 所以乃至一尘 我皆随喜 所以十方三次 一切生文及辟之佛 有学无学所有功德 就是那个生文 辟之佛 有学无学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功德 就是所有的 你那个什么 善根 所有的善根 生文圣的善根 善根功德是什么 就是他 生文圣 他所修得的 一切生文圣的法门 然后辟之佛一样 辟之佛 他所修正的一些那种 那个什么 辟之佛的法门 那个都功德 那都是他们的善根功德 这些我皆随喜 所以一切菩萨所需 无量难行苦行 至求无上正等菩提 广大功德 我皆随喜 这个怎么说呢 这段就是从 从那个 那个什么 从十方 一切世界 他的六到四生 所有一切种类 一切竹类的所有的功德 甚至啊 一个微诚的 一个 那个小小的功德 我到哪里 到生文圣 到圆绝圣 那生文圣里面 有学跟无学啊 这些啊 还有甚至到菩萨 菩萨所需的无量苦行 难行啊 这些啊 都是广大的功德 那个都是善根功德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从 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六到里面啊 从六到到 到那个 到菩萨 所有的善根功德啊 一个都不要 不要给他 放弃 一个都不要给他 流失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那个什么 随喜功德啦 这样知道啊 如是啊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悦尽 众生烦尽 我此随喜啊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结论断 生与逸与业 无有疲艳 这个随喜功德 就是那个随喜 随喜不是我们 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那个随喜 随一切的那个善根功德 我都要去怎么样 我都要去 去了证他 这个是那个随喜功德 我们再来读下一个 就是第六个 情转法轮 所有禁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差 即为尘中 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 佛差 即为尘数 广大佛差 一一差中 念念 有不可说不可说 佛差 即为尘数 一切诸佛 尘等正觉 一切佛差 还会围绕 这个地方在讲说 十方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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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一切的 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是真的 佛差 即为尘 所以不是 比如说我们的东方 东方不止 只有东方如来佛 它是怎么样 它只是 东方世界里面的 某一个 那个什么 小小的佛差 佛差而已 小小的佛土而已 所以 你每一个 每一个佛的国土 都有怎么样 都有无边无量的菩萨 它说海会围绕 无边无量的菩萨 围在 那个 佛陀的旁边 跟佛陀 共同 怎么样 共同 那个什么 接引众生 我 悉以身口意悦 种种方便 殷勤劝请 转妙法轮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悦尽 众生烦恼尽 我常劝请 一切诸佛 转正法轮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于意 无有皮厌 这个转法轮 这个转法轮 转法轮的意思 就是 佛在 讲任何一个法 都是在转法轮 所以我们法轮图像 法轮图像 就好比 好比 船 船师在控制 轮盘 是不是 楼盘 就好比 代表 直方三四 所以图腾 法轮的图 怎么说代表 十方三四 这个就是 请转法轮 好 接下来 请 请佛注释 所有进 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四 一切佛差 即 为臣数 诸佛如来 将欲 事现 涅槃者 即 诸菩萨 神闻 圆绝 有谁无血 乃至 一切诸善之事 我惜劝请 末入涅槃 经于一切佛上 即为臣数捷 为欲 利乐一切终身 这个就是 那个请佛注释 就是 这个请佛注释 这个说不是 不是真的请佛 只要是善之事 古萨 神闻 圆绝 或是有谁无谁 乃至一切的 这个善之事 都怎么样 劝请他 不要入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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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怎么样 来利乐一切终身 如虚空界近 众生界近 众生悦近 众生怀近 众生怀近 我此劝请 吾有穷尽 念念相续 吾有间断 身与意悦 吾有疲艳 所以前面这个 这两个 一个请转法轮 跟请佛注释 这两个是 相连带的关系 就是 请佛 不要入那盘 好 接下来 第八个 藏水佛学 如此说佛世界 比如这那如来 从出发心 精进不退 以不可说 不可说 生命而为不失 剥皮为止 西骨为笔 似血为末 就是剥皮为止 把骨头折下来 怎样 当作笔 似血为末 书写经典 基如虚迷 这个叫讲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他从出发心 到成就佛果 这个过程当中 这过程当中 舍身为法 舍身为法 他这个剥皮为止 西骨为止 这个在经典上 也有曾经这样 也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什么 叙述过 就是讲说 释迦摩尼佛 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因地修行的时候 他是 怎么样的 那个精进 从布施的 从布施的法门也好 或是从 那个回向的法门也好 或是从 那个什么 从那个 波罗蜜的法门也好 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什么 在很多很多的那种 呃 佛过去的那种 因地修行的时候 的一些 一些功德 善根 那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众生 就是我们以这个 那个什么 释迦摩尼佛陀的那个 整个 发心到成就 这整个一个过程 给众生做一个 一个什么 做一个告诫 给众生做一个借敬 所以让众生都能够随着 随着佛陀的精神 来成就 为众法固 不喜生命 为舍身求法 那么何况什么 何况王位 成义 聚落 宫殿 原理一切所有 急于种种难行苦行 乃至树下 成大菩提 是种种神通 起种种变化 现种种佛身 虎种种种众会 就是每一个法会 每一个法会 比如说他在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 我们认为我们读 柔邪经 柔邪经 他就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柔邪山里面 在柔邪山里面 跟一些 那个什么 菩萨 声闻 在讲这个 认贼经 像那个 认言经一样 认言经也是一个 一个法会 一个法会 就是一个 很多很多的那种种会 或者怎样 或处一切 菩萨种会到场 或处 声闻及辟痴佛 众会到场 或处 转轮圣王 小王眷属 众会到场 或处 岔丽及 婆罗门长者居士 众会到场 乃至处 天龙八部 人 非人 等众会到场 处 于如是种种众会 与圆满 因如大雷阵 随其 乐欲 成所众生 乃至 视线入于涅盘 如是一切 我接 水血 这个知道了 就是说从 从十方三世的 那个什么 那个法界里面 佛陀他都会 怎么样 都会视线到 到那个什么 每一个世界里面去 比如说他在那个什么 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 说法 其他法界 其他 比如说其他 那个什么 其他方的 那个法界世界里面 依然有佛在 娑婆世界里面 说法的那个 一个镜像 所以在那个其他法界的 众生里面 依然可以看到 佛在 娑婆世界这边说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什么 我们 我们 那个 一个 身为一个修行者 我们要 怎么这样 要随习 随习佛陀的精神 这个随习佛陀的精神 怎么讲 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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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佛学 意思就告诉我们说 你一样 要跟佛陀一样 成就 那个佛果 成就佛果 你就跟 跟佛陀一样 你在这个世界 讲 那个 那个什么 接引众生 其他世界里 其他 那个什么 法界 其他方世界 一样 一样会视线 那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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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 说法世界 说法 一样 在其他世界里面 一样 有你 同样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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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这样子 这个只有你要成就佛果 才可以这样子嘛 所以基本上成就 要成就佛果 就是具备 常要随着什么 随着佛陀的精神 如今呢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验 常随 常随佛 什么 随学 那个 那个 就是 学什么 学 学到 要成就佛果 学佛成就佛果 佛成就佛果的 那个过程 从阴地到 果地 这整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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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程里面 整个路程 是 虽然是 很 艰辛 虽然是 很 苦行 可是众生 要跟佛陀的精神 要跟他看齐 要跟他看齐 他能够做到 我们一样可以做到 唯有这样子 才可以 怎么样 才可以证得 无上 福体 这是 那个 藏水 活水 好 我们今天就读到 这个第八院 那剩下 两个院 我们 下次再 继续 是 很 我 想 想 想 谢谢观看